九龍塘發生交通意外 白色寶馬斯加車左前輪被撞至飛脫 零件也散落一地 藍色豐田斯加車右邊車頭就有損位 事發在星期二下午近四時 一架藍色豐田斯加車 從拉沙利道的標位駛出 直到攔開夏道交界附近時 撞到一架洗字的白色寶馬斯加車 由於撞擊力猛烈 寶馬左前輪飛脫 劃行了一大段路 去到50米外的位置才停下 事件中兩名女司機都受輕傷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寶馬斯加車上的一名女童就沒有大礙 事後由家人接走